美国卫星去南海转了一圈。 传回几张照片,西方,不敢在南海放肆了。 南海问题一直是中国和世界上的敏感问题。 前几年的中国和菲律宾的南海黄岩岛争端到这些年的中国和印度的各种摩擦,都是围绕着南海及周边海域展开的。 南海及周边海岛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海。 然而,菲律宾和印度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不顾中国反对,执意将南海的周边岛礁出让给美国,让美国在上边建设海军基地,进而达到战略性包围中国的目的。 当然,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曾经任人宰割的中国了。 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展现出了一个大国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坚定决心。 在中印南海争端的过程中,中国不顾外媒反对,建立了三沙市,并且在市区驻扎武装部队和进行移民政策。 这在根本上粉碎了美国的阴谋。 但是这几年,南海问题却一直没有风平浪静,美国和印度,菲律宾还不死心,时不时地在南海问题上大做文章。 但是,前几天,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的卫星在中国南海上空转了一圈,发现了中国的大手笔动作,令美国人都有点坐不住了。 根据美国卫星路过南海上空传回的珍贵照片显示,隶属于南沙群岛的三座名为永蜀礁,主币礁和美极礁的岛礁上发现了中国海军在秘密部署一些战略性武器。 根据美国媒体猜测,这很有可能是中国针对南海问题部署的战略性防御飞弹武器系统。 据报道,这次在南海岛礁上部署的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对空飞弹防御系统和反舰巡航飞弹系统。 这两款飞弹系统大大加强了中国对南海海域的控制力度,有了这两款飞弹,美国的战斗机和大型舰艇就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南海海域飞行和航行。 而相反,在这两款飞弹系统的保护之下,中国的海军巡逻舰艇和战斗机就可以在海上和海空自由进行任务。 为此,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南海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南海完完全全的控制与占领。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哪怕是中国的渔船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南海海域进行打渔作业, 那时候,南海海域就真正成为中国的领海。